我現在開始 我現在要講一個 創意的思考到第二樣的制度 這英文叫做Created thinking 大家都知道這ING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現在就在進行了 不斷的在進行了沒有停止 我就現在一直在思考 但是你的思考不是漫無目的喔 現在你聽我講話 結果你是不是想到有空不順的 那思考的意思是說 就是要有節奏 就是像個制度一樣 要有一個監視 一個次序出來 然後還要把它歸納出來 不是說我胡思亂想 還有跟精神命差不多 你要把它收納起來 一點分析起來 你要怎樣 做一個這個 Project System 就是有什麼價位提案的制度出來 當然我們還要去順 你的創意可行性如何 這有一連串 慢慢就讓大家了解 我今天要講的三大的一個主題 三大核心 就是說 你一定要知道分辨 是非善惡 對不對 你在這個中國的體制 你知道什麼叫是非善惡 你可能認為說 那不對的 理所當然大家都不對 所以變成對了 像前幾天我看到 網路有一些 很多大家都知道 中國社會人 中國人 都把那個 那個什麼 有一個那個 人在賣家具 我不要把自路行行交 人在擺出來的家具 他們整個人都跑去那裡睡 你這次睡 要大家在睡 變成好像是對的 你怎麼 那個是不對的 那是人的商品 那是要展示 要賣出去的 你跟一堆人 中國人坐在那裡睡 大家你睡 我也睡 大家都睡 這樣變成這個是一個道理 變成是一個原則 大家都可以睡 你就是非分不清楚了 就是你要是非分得清楚 這個問題是別人的 你要尊重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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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尊重人 你如果說 大家都這樣 你就要繼續這樣做 如果大家都太人 你是不是繼續 這樣太人是應該的 是不是 你要有 是非判斷的一個 一個 一個能力存在 對啦 這還要說到 這個媒體 這我還有再說 現在還要說 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要 要啟發你的潛能 每個腦袋 我們每個身上 都有個腦袋 腦袋裡面裝很多東西 因為你裝的 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或是千分之一 你不把它放大出來 所以你會覺得 生活了無生趣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把 另外一個區域 開發出來 所以你覺得 這沒差別 我也會覺得 好像人生很枯燥 其實就是 你沒有去加東西 讓自己放大出來 再來說 行動管理 因為 我們擁有這種 判斷的優惠 建議力 和潛能 我們這種要表現出來 對不對 有一個商品出來 當然促進經濟的繁榮 但是你的行政管理方面 你還要去 幫他 怎麼教導你的底下的部署 這也是 要有頭腦出來 不是說 我用中國人 那種很刻板的 或是科層制度 或是說 那個什麼什麼 威權的 那個人沒有信這道 你要以德服人 你要以你腦筋服人 你以你的道理服人 你不可以以為 我是你老闆 你聽我的服人 你會服不服氣 不服氣啊 那你要想辦法 讓對方服氣嘛 那也要方法 那先來說 是非善惡 你當然要了解中國人 中國人 剛剛那時候 我們日本台灣 那時候 天洪通帝 這個日本台灣 那時候 我們日本的社會 跟這個 那個 中國人的社會 或是說 跟那個西方的社會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來了解中國人 有什麼了解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共同黨做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號 為什麼現在 要去告那個 美國的藝術 就是這樣啦 啊你 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耶 你怎麼是一朝一夕之下 沒有三個月 你來佔領我 他們是1945年 10月25號 來佔領台灣 那你短短不到三個月 你就把它更改國際 這是不符合戰爭法的 你給我更改以後 你讓我成為中國人 那你有愛惜我嗎 你有沒有愛惜你們在座 我們 那時候被更改國際 日本人 變成中國人 有愛惜你嗎 簽名有嗎 那有 就不會二二八事變 也不會白色恐怖 對不對 我現在是要說 這個 要說什麼 你要了解中國人 他們社會 他們疏忽的方式 是跟日本跟生後 那個後面都不一樣 那是怎麼不一樣 那就是說 孤方自賞 自己照相 鏡子照自己很漂亮 別人都這麼壞 所以他們中國社會不會進步 他都對 別人都不對 我都好 別人都不好 這要說給大家聽 我就覺得你要想看看 我真的為天皇 抵立台灣 抵立他們 那些國家 他們的方式 是怎麼不一樣 那說他們 以前一個天造大神 他們之前有一個叫做 他們的天神 他們的天神 叫做伊諾什麼 那是翻譯過來的 人翻譯就知道了 三個貴族當中一個天造大神 這個是大國主神 就是他們分別 一個日本的地方 治理不同的區域 這個大國主神就是 他們見國師神 見日本 這個國的這個 這個 大國主來請義 這個天造大神說 我到底 可以把我人民怎麼抵立才好 他天造大神就說 你啦 他說他啦 他跟我都不一樣 是怎麼不一樣 他說天造大神說 你 是用這個 有時客戶 這是羅馬拼出來的 他是騙假名 啊 我啦 天造大神 我是 十二子 有時阿久跟十二子 什麼不一樣 人家用這個漢尼來看 告知 告知就是什麼 教育你 教育你一定的程度嘛 啊你自己要自我開發 可以無限的 發揮你的潛能嘛 啊這個就是說 私有大家一看就知道嘛 就是他當作你 你是我的 你中國社會是不是說 我如果做法庭 其他什麼你人民什麼 整個都是我的啦 我告靈節啦 萬人之上嘛 對不對 啊你是我的 我可以幫你怎樣 我會幫你用對不對 怎麼用 我是要幫你撒伏 要幫你愛好 要幫你妞服什麼 都是我的自由 我的自由 你對我小孩就是 如果我這個很公平 我懷疑 要幫你促世 我就促世 我要幫你 行做什麼 高的官齁 啊我就 所以中國就是拍馬屁嘛 我只要跟皇帝好 我就得到好處啦 愛人這個 天皇的制度不是這樣喔 他是給你 教育 給你聽到 給你知道的 百度理 還給你開發你 內心的這種 你的力量 不怕你逼我去騙 就怕說你不能逼我去騙而已 好處都給你 給你財背 那教育的力量 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它讓你擁有很多人的能力 教育可以變化整個國家的那種氣質 能力之外 它讓你強大 讓你強大喔 不是說軍事那種強大 那些都是那些啦 中國什麼軍備 促世人喔 你看可以來戰爭嗎 我看你兩三天就叫他 美國撿套 以色列嘛 人家那麼 土地那麼小 人民那麼少 人家又是沙漠的地帶 人為什麼 人家會在那邊 那麼多的沙漠阿拉伯 人家要對抗他們 他們為什麼可以對抗這些強權呢 所以人家那個教育 力量是多麼大 你知道嗎 齁 來來講那個中國社會 這個民族嘛 他創你也創得這麼好笑 這個像一支桌子 把你的眼鏡打破 意思是說不要讓你知道 事實 不要把你教育 我不要希望你比我更聰明 要不要用什麼方法 他也要用方法喔 除了講 幫你出發 幫你補修你的生命 再來就是幫你納為己有嘛 不然就是說 叫你去信那 六祖國的神嘛 他說 我是這個 這個皇帝 哇 這個好像 好像他跟你說 風大公 送送送 忙到什麼東西 還有一個 龍袍這樣 我就是這個 你們中國境內 我就是王 你要扶我 因為神 賦於什麼 都給你加了 讓你更迷信 你就是要這個神 對 我不希望這樣 我希望你這個領導人 真正是為你的人民好的 有能力的 你有種可以把治理好的 那個人 才是職責你去擁護他 那不是說 你聽人在說好 或是聽人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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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要有腦筋判斷 或是跟你說 是非 善惡 要分清楚 要說這個 你看 歷代的 這些國家 現在成立的這些 獨立的國家 之前 你看喔 為什麼他都被推翻 一個建議起來 一個被推翻掉 不是說我做王爺 我就不感受 以前我的痛苦 我就在維護我自己子孫的 的那個權利 我繼續招他現在的人名 現在下面那個人民又不爽 又把你推翻掉 我做王了 我再不管下面的 人家再把你推翻掉 為什麼 大家想得對嗎 因為 他就是說 為自己設想 無關為別人設想 你為自己設想 祖書 什麼都納為自己的 不管別人的死 人家為什麼 會不會來反對你 一定會的嘛 你為什麼要做那麼笨的事情 現在頭腦是要用這麼好的 要怎麼說 要啟發自己的那個潛能跟智慧 你要有什麼治理的方法 那樣的扶人 那樣的說服人家 人家甘心情願幫你 不是說 我做好 我就幫你抬 我給你降薪水 我又要怎麼 好 這種狂犯喔 走到背後都不在乎 都敗掉了 新建立的新的國家 但是一直到現在 有一種民主的制度 就是發展出來 現在你要去侵略別人 你君王要怎麼樣 已經不是上過去那個時代了 大家來看日本 我剛才來講這個 日本也一夕旺代 他們天皇的制度 從來都沒有被消滅過 為什麼 我說了嘛 剛才我還會講總結嘛 希臘子跟有時客戶的不一樣 這剛才我還會講 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元朝跟 中國人叫元朝跟清朝 為什麼 到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認為說元朝 這個蒙古 是他的國家 若是你 你會認為 蒙古帝國那個土地 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嗎 人家這怎麼想 以他們 以他們中國人來想 都覺得說 你就是我的朝代啊 他說 你蒙古建立 他們叫元朝嘛 不然你就變成我的朝代啊 我這個奇怪 他們打去那個東歐期 如果說這是 這個中國說這是你的朝代 他們這邊的人都說是朝代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要有四階的觀想 他是佔領國家 成為他自己的土地 你怎麼說這是我的朝代 他是侵略你的人 所以中國一直想說 哎呀 那你是蒙古帝國 蒙古的土地是我的 憑什麼 你來講嘛 那個大清帝國嘛 那時候也是 把那個蒙古征服嘛 成為他們 就是一個地方嘛 然後 中華民國齁 那時候就把那個 大明消滅掉嘛 大明帝國嘛 明朝嘛 他們說明朝對不對 你也建立一個 漢人的一個地方嘛 他們一起統治這兩個 不只這兩個民族啦 還有很多啦 我們只講這兩個嘛 因為這個很明顯 那你中華民國就 就推翻了這個大清 是不是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的宗族國不去了 宗族不去了 為什麼說 你憑什麼說你要繼承 人家也是一個地方啊 人家也是一個 人家也是一個 一個人民一群 一群人啊 當初你把我 你把我滅了 那你這個宗族國沒有了 你中華民國憑什麼棄神 人家一樣 失去了這個宗族國 他當然也有獨立的能力啊 可是中華民國到現在 中華民國到現在都說 那個是他的 他們這樣的主要目的是 我說 我這樣跟他好說 說你是我的 我就不用去檢討 因為什麼 因為你是我的朝代 啊你我跟你竊竊竊竊啊 就是說 你是來佔領我的 你是侵略我的 你那時候 俄羅斯也是叫那個 你不要說俄羅斯 吃俄羅斯對不對 吃到很多國家的 都侵略耶 看到三樓台嘛 有沒有擴大他們的疆域嘛 那時候 為什麼 成績事實上不是你漢民族的可憨耶 他們是 他們那個蒙古族的可憨耶 你自己不要怎麼說 這是我的祖先 你不是覺得很丟臉 很好笑嗎 大家有概念嗎 我以前還搞不清楚 就 就朝代啊 他不是統治嗎 不是這樣喔 世界觀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你看這麼多國家 是不是都是他 他所謂的他的朝代 他都不用檢討了 他國家為什麼被滅了 不用檢討了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中國人都不會進步 他們都自己想自己對 台灣是他固有的疆土啦 憑什麼你到底從頭到尾 你中國什麼時候統治過台灣 你說大清帝國 欸 那是殖民喔 殖民人台灣喔 那不是說什麼人是他的喔 我想清楚 以這個蒙古 說給大家聽 這個例子 大清帝國也是外來 外來政權 他也說他的朝代 你中國人從來都不檢討嘛 對不對 你說這個 這個柏洋嘛 大家知道柏洋什麼人嗎 他做一本主 叫做那個醜陋的中國人 他自己就說啊 他不要用他們輸扣 不要用進步啊 你沒有輸扣跟水一樣啊 你沒有流入大海嘛 跟大海一樣包容 學習大海 你跟我說我在炒水糕裡面 你會進步嗎 你這個炒水糕都炒的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就是不讓他們的人民思考嘛 對不對是不是 所以他們永遠停留在退步嘛 不進步嘛 參考西方世界 你又想要虐奪別人 你又沒有很虛心想要改正 你剛才說中國的智慧 我說這個智慧齁 雖然說作者寫這個 我還不認為他什麼有智慧 他配得上智慧兩個字啊 但是我們還尊重他嘛 西方的邏輯 意思是說 我政府需不需要一個監督的 一個機構 來管制我底下做事的人 當然要啊 他們認為說在網路設一個監督 不是很好嗎 有監督到啊 可是西方不是這麼講 你要實地的運作呢 不是說你網路罵罵誰 然後去網路管制誰就好了呢 你要徹底去做啊 那你看為什麼 你說這樣做得成為什麼 還有這麼多 中國社會這麼多貪污 你知道現在習近平打貪大 打得多厲害 他們家挖到地下室幾層 都是哇好可怕啊 像黃空一樣耶 黃公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消息 把他們家那個 那個家裡面 鞋子又幾層又幾層喔 做一個以前的黃公一樣 都 金錢啊 材物啊 都放在那裡耶 你知道好可怕喔 就地下 你們蹭這些地下室 都不知道怎麼瘋喔 收集世界各國的這種 很珍貴的 在你屁股都有啦 你覺得好可怕喔 我想要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自己自我覺得這樣對就好了 不用政府來監督這樣對 不對啊 跟西方的世界邏輯不一樣啊 他這個 他這個 這個地下 他要說這個 荷蘭的茶 比較貴 美國的茶 比較便宜 但是不是說便宜 你就賣齁 人家也有他的品質 但是你要看這個 新山的國家 是東印度公司喔 那一般中國人說 好燙啊 一半我才沒那麼多啊 薄利多銷嘛 我盡多一點 那個美國的茶 因為便宜嘛 荷蘭的茶 貴我幹嘛去買貴的 中國人的訴訣是這樣 我幹嘛買貴的 我買便宜的 我還可以賺一筆更多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你要知道 那公司喔 你的中國人跟東印度公司 是什麼關係 你一直大量買那個美國的茶 可是背後他們是東印度公司喔 你繳稅給他們耶 荷蘭跟你沒關係對不對 你跟你沒有厲害關係 可是東印度公司 對你有厲害關係 因為我把這公司養大的 他可以繳稅金給他們的 英國或是美國 然後來打你們中國 譬如啦 現在的台商啦 我們說到貪伯的啦 有良心的台商 有幾個 他們就是 台灣 富富啦 台灣給他教育啦 給他賺錢 他跑到中國投資 請問他有為了台灣嗎 我們坦白說 哪個台商真的為了台灣 我相信有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百分之百都為外銀 他要賺錢嘛 我要中共嘛 同樣那個意義是怎樣 你繳稅有繳稅給誰 你為了誰促進經濟繁榮 你為了台灣有促進到經濟繁榮嗎 所以你知道屬主有這麼重要的啦 那個人齁 如果是對我們不理 我們還要繳稅給他 對我們不理這樣感到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我們也是台灣人繳稅給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再來有一些 早期不好的政策來壓榨我們台灣人 這也是莫名其妙啊 這不是那個邏輯都很奇怪了 所以整個那個 從頭開始 在二戰以後 1952年那個舊金山合約 跟那些什麼 一些在六個四個 從頭到買 就變掉了 所以要為舊金山合約 來瞭解屬性 應該還要更早 馬關條約 不然現在都錯亂了 你認為是是而非的道理嘛 大家都要貪想 都問說我去貪方便貪想 還有貪抽 還有民眾還有一些好處 我就去教育 買票人跟你說五百 你也說好 沒有啦 你就是要自己想法 對嗎 你不能說 我說得難聽 帥教育各個組合 這帥教育 就跟你叫 叫你的腦筋 愈愈愈愈吵 我說到這次 你不要說 這個蔣四行沒水準 我告訴你 我這樣比喻最貼切了 你自己去想 他嘛 他這個保養自己 基本主 我重點把你列出來 你來仔細看看 從第一點到最後一點 你擁有幾點 我啦 我有 我有啊 我不是完美的人為 是在這個教育上來 你夠草 你在公共地方 你夠髒嗎 隨便吐痰或是說 現在 在台灣的某個什麼家具店 說有一個阿嬤 又把他的孫子說 現在要放掉 就是那個 旁邊就有那個便室 沒有帶他孫子去那裡 把他扮成垃圾桶 把他扮成這樣 那不是跟中國人一樣 你無形當中 你的身上的影子 你的腦筋莫名其妙 就是中國教育在你身上 給你串流 你覺得說那是對的 我剛剛說嘛 不對變對嘛 想想看嘛 你從那個闖紅燈等紅燈 你在躍然人靜你 你會等嗎 你會不會等紅燈 就來考驗你了嘛 你會不會排隊嘛 就來考驗你了嘛 我跟大家來講 你說什麼達人 這達人兩人是從日本 人家專家的意思 你給他亂用 現在的達人 叫做投機取巧 的團體 我叫你怎麼做 做什麼 走後路 走後門 你說達人 你看這個圖 你就知道 你外觀就是你自己的思想嘛 你要跟人打 就要是你身上的佈念 不是說你打的人是不對 你打的人 你出手的人都不對 你口出惡言都不對嘛 你要指責人家 你的誓子也是指責你自己嘛 所以你要先檢討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批評別人 我也是在努力當中啦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啦 因為整個社會不是我一個人 努力我提升就好了 你們都不提升 我就是跟別人走 你要大家都提升啦 這個才有用 你知道嗎 思想侵略嘛 不管是國民黨 共產黨 他們只是一個 是不是挖美國的 其實是挖蘇聯的 其實他們兩個黨 都一樣 我們特別說 為什麼不一樣 台人都一樣一流的 台台說這是日本台的 中國國民黨 阿伯還可以說啦 大家看看 過來 那我們真的 真的那麼討厭中國人嗎 我們也希望他們中國 進步 不然他永遠在我們旁邊 都是莽刺在背 所以我也希望說 他們可以進步啦 法輪功的人也很可能 人家只是機會 要做一個養生的 你動作 反對你們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你就跟人家抓一抓 跟人家說 送去他們的遼寧 以前啦 現在應該沒有了吧 我也有可能還有啦 說給人家那個活摘器官 活摘器官的意思是什麼 人家現在開肚身邊要麻油 你就睡覺就好 站著就好 會隨便會痛 但是那個活摘是什麼意思 哪有可能給你麻油 直接你懊呢 就跟你愛 那時下的人 愛救也比較白手 愛救也很刺激的 要自己懊 看你身上有什麼 藏好利用的器官嘛 心中啦 油脊啦 肺臟啦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眼睛 還有眼睛 眼睫毛 你可以擁有眼睫毛 你可以擁有眼睫毛 這些都是農場 多可怕 他們中國人變成這樣 一直在罵日本人怎樣怎樣怎樣 日本人名字為新以後 都很進步了 不可能你中國自己生出來的那個幻想 說日本人怎樣 怎麼南京大圖 那都可以自己杜鑽出來的 你有沒有水準喔 我剛剛說的那個圖畫嘛 你自己本身是這樣 你自己幻想別人是這樣 你中華民國的體制也是這樣 你本身是市民台灣 你說日本市民台灣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喔 我們已經是 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土地 他自己想的 自己對 照鏡子永遠 自己最漂亮 別人都是好醜 這種理論 很可怕 他有沒有詐騙嘛 一個圖一個嘛 這個骰子 裡面都一樣 你怎麼看嘛 都像那個什麼 你要 骰子裡面 有一根感應 不然那個扑克牌裡面 他在背後 台灣都 台灣也是學他們一樣啦 你看他們香港什麼 不是獨森什麼 那褲子疏疏疏疏的 那是誰想過來 因為中國人收出來 所以喔 這都是一樣騙的嘛 我現在喔 這個度頻喔 大家看看 這個是某某日報啦 他說的台灣齁 他不配說台灣叫台灣政府啦 應該假假的 你說台灣治理當局啦 你目前在治理台灣 但是治理當局又 又不太妥定 妥當 我們還要再 深一步了解說 到底現在統治我們的這個 團體齁 是怎麼 揉令台灣 你看這麼多 連司法體系 青年度 大家都在貪污 什麼三分之一 你說司法體系 還有這個呢 這全球是這樣 你看 警察也是一樣 要20% 五分之一 這司法體系要三分之一 我現在要先放上這個押評喔 要跟大家說喔 你無形當中 你身上流的血液 你腦筋裡面 竄流的 一些神經傳導裡面 到底 被可能 認為 你認為是 對的啊 大家都這樣 這樣 就變中了 那種固定的模式 無形當中 你被影響多少 你從這影片裡面 去檢討自己 好不好 幫我放放送一下 放送一下 讓他去想 你看到一個兔子以後 你對兔子的想法會怎麼樣 這有很多很多你的貪念 都存在 就 理所當然就出來了 但是你想到什麼 你可以節制自己到什麼程度 從這影片當中 我幫大家一起檢討 我也要檢討 你看一個兔子 你會想說 我要怎麼應用這個兔子嗎 好 因為你如果要接一個地方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這個中國的體驗 這麼多環境 認為對的事情 都跟錢有關係 好 你就想到什麼 我心裡要把這個兔子 把他的毛 毛 把他刮起來 要做毛隔 他在那邊有毛衣 什麼之類的 那個兔子就出來了 對 他這個有八分鐘 慢慢跟大家一起來 剪自我 身心靈更新一下 想想 想想看 欸 他也是有手段 把這個兔子 把他抓起來 有 躲掉牌 我也要吃藥 欸 奇怪 怎麼唱一下 那個紅色出來 你知道我這個英文單字 就是那個 他英國的 一個漫畫家 要讓小朋友知道 怎麼 背單字 那個魔鬼 要了解那個人文教育 道德人文教育 他很有創意 我覺得很棒 欸 奇怪 這個 他怎麼這樣 把他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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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惡魔 他有慾望 你要滿 然後這兩個 一對的姐弟 知道他 要愛什麼 滿足他的慾望 可是他 怎麼滿足他的慾望 當中 你又可以獲利 他就看他的行為 這個魔鬼行為表 表達的方式 欸 我在吃這個果醬 蘇哥蘇哥的豪神棒 跟黃蜂來把我叫一叫 變造 變造就變一個 這個隔壇的東西 欸 就是說 我把這個隔壇的東西拿去背 欸 我就有錢 有錢我就在做官 做官 有可能做 做什麼 紅帝跟紅蝦 好 你拿起來 我不是敢讓你看這紅紅而已 喵 我不是想說你的貪戀喔 這個也讓大家了解這個 創作的意義 等一下會講到創 創造 發明 好 我還要來吃 你有沒有在 沒滿足他嗎 好 我還要去拿出來 那個果醬都拿出來 我都拿出來 好 他們又那麼巧喔 你看你會比較巧 人在利用你喔 現在在利用你喔 現在他也在利用你喔 阿他也在利用他喔 怎麼利用 你看 他想去外面 啊怎麼生啊 你給他看啊 有的豪神什麼 有的漏漏漏的防風喔 他在吊料魚 他看我變越多了 啊要怎麼讓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豪神又多 哎呦 虛神他自己農場的東西 喔一直生的 我們生的團出來 又越多越多 豪神過來 黃蜂過來 他都要吃東西 要再來一掌這個 啊就影響他啊 他就變越多出來喔 你看這個 這個兄妹有聰明 他貪心貪婪 想控制這個 這個惡魔耶 你覺得他有夠厲害嗎 他們家賣賣 他們那個 贏賣賣有厲害喔 人家惡魔敢不輸你 你繼續看吧 一直變一直變 變那個隔壇的問題 你看 啊這個豪神一直生 兩生出來 好 看起來像嘉年華了 欸 看這麼多文字 一直吹一直吹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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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 叩頭出來了 夾巴巴 大爺很 很舒服 糟糕天下 牠蹭起來了 牠還要愛 還要繼續 哇 你怎麼 你養了一個 家裡養了一個魔鬼 你要滿足牠呢 因為你把魔鬼帶進來啊 這是無敵的深淵啊 所以喔 別以為說你貪了小錢啊 你把魔鬼帶進來 哇 英文帶烈 人生當中喔 哇 我剛才英文不散 我會抽慢慢爆中 我們有一些慾望 我相信有啦 但是 要克制你的慾望 我懷疑啊 瘦起來了 我懷疑啊 人家那些魔鬼 我會比你跟他講 那他們講過了喔 把這個 他們感覺到沒辦法借貸 拿去買一個 果醬又跟他借貸 但是那些魔鬼 都已經看出出來 那兩個人在幹什麼啦 他說我又沒辦法講啦 我這個魔鬼 沒人怎麼叫我魔鬼 其實人家那些魔鬼都是運用人的那些 周邊啊 演 就是 演示的 那個生物 或是演示的東西 啊就 很巧妙的 欸你 不想去摸掉了 你知道嗎 你 你去摸掉 你不知道你摸掉了 所以我 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你頭上要很清楚 他 他就會 寄身 或是夾帶 或是演唱 啊你 無形當中 你都不知道 就去摸掉這個 泰國門 泰國門 叫做 癱 你都不可以 扁啊 扁出來 他怎麼扁啊 因為他是 演示他讓他安全的東西嘛 啊結果呢 化為烏有 這本的就是假的嘛 那讓人 要扁出來 怎麼說扁正經的黃金出來 那就是幻滅的東西 那是虛假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的金錢 差不多了 我現在重點要跟大家說 你現在所賺的金錢 清清白白你賺的 那就是你 腱肉去丟 那是你的 你也都蹲到不去 永遠是在自己身上 不會跑掉 那是你 你用你 然後那個把它切掉 你用你的勞力 你真的努力去賺來的 人家 拿不去的 啊你如果現在 是說那外錢 你看你也沒想要摸 但是人家給你摸 你摸到你覺得說 欸 這麼好吃的 又繼續這樣 又越吃越大 越大空 那是不吉吉財 那雜貓 不會在你的口袋裡 你要懂我的意思 所以那無形中就伸出一隻手來 你要 判斷那是無形中的手 要染指你 要快把他停 把他撞掉 我們再繼續看 分辨是非善惡 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日本 天空是怎麼來通知 這個 因日本跟台灣 那時候叫做日本台灣 他就是說 他委託政務官 就是跟 阿伯 我們變政務官 國英國官之後 他們去治理台灣 來治理他們的人民 就是有資的權利 教育他們 腦筋很清醒 讓他們整個素質提高 這國家才有希望對不對 我們政務官自己本身 要更努力啊 是不是 因為你來這邊要求一個工作 你要你要進步你要努力啊 不然你要像中國人 翹腳在吹去 還是說 我能夠抽出來的問題 想好喔 你知道我的意思喔 我不是只要來一份工作而已喔 你懂嗎 一份工作 拿 就是你去擁有那個工作很容易 但是你擁有這工作 你要去 政策去推行 你要做出來那幾個東西 不容易 你要用腦筋動腦去怎麼去做 你才有效益出來 不然請你下來讓別人上去 你要有這個格 我就做不好 我就不想做 我就把人做了 因為我 我什麼 我們那個能力 去達到教育人民 教育自己的同事 教育自己的聽 你就下來給別人做 基本上你要有這種老金 要有這種循環 不要說 我剛才說 天皇統治 一夕萬代 從來沒有被推翻過 他們經過什麼幕府時代 什麼 人家就沒有想要把你天皇消滅 我也覺得 真的 那我耳目一心 那如果中國朝代 不是一個什麼教育 換到六個疏口 四分五裂 人家希望有什麼 這個力量你要注意喔 這個 這個讓人民臣服於天皇制度 繼續維持下去 那個 那個中間是是怎樣 就是因為你愛護我 你讓我進步 你不是壓榨我對不對 人家現在要開始說 日本 大清帝國和財政 到這跟什麼關係 大家都知道財政地理位置 我日本也財政國對不對 大家都要這個橋樑 我去財政 我就財政這個橋樑 我就在做行李 我可以 擴展我的什麼 各種各項的一個 實力 軍事戰略也好 他就一個 兩個要在唱嘛 唱就是說 不愛公平啊 他那時候 條線有很多戰亂 你如果發生什麼 事情 他就設定一個天津條約嘛 有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你統治我日本 我日本統治你大清帝國 兩個共同管理朝鮮 那如果同樣 這樣也是同樣 也是有問題 他怪他 他怪他 他大清帝國 怪他日本沒有統治 日本說 為什麼 你這個無處理 這件 就變成我的 兩個都抗來抗去 結果就是 因為他挑戰一個東學黨 這個運量 引起這個 封島 這個海域裡面封島 來被修正 正了 奇怪 怎麼越來越擴大了 變一個 一個戰爭出來了 你是不是還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解決這種部分嗎 因為這麼多年來 結果 日清矯午戰爭爆發了 大家來看看 你看看 你在一百九數年 八月一號開始戰對不對 因為 正式缺戰嘛 你在一百九五年 四月十七 你看 要沒有半年 大清帝國 那麼大的國家 國土這麼大 日本怎麼洗一洗啊 人家都看不見日本耶 因為 大清帝國的北洋艦隊多厲害啊 那頓數 很大 可以裝很多條船的耶 或是船千大炮耶 應該是裝大炮啦 那頓數對不對 你們這個修日本 他們都說修日本啦 啊 洗這裡這裡 船千大炮 啊 啊 如果 啊 你們運輸的啦 你們日本人運輸的 結果人沒有半年人就贏了耶 所以我跟你講喔 那所謂的號稱喔 隔壁說號稱他們軍事力量多厲害啦 準借我多借借啦 怎樣怎樣齁 我跟你說啦 那 那 有時候會看不可以吃你知道嗎 你就看就好啊 你就要蓬風嘛 真正的戰鬥實力是人民的素質 還有你的策略你知道嗎 人民的素質很重要 啊 你要離散離德 你又船千百口 讓你更大有什麼容易 所以 為什麼教育是那麼的重要 決定一個國家的強弱 就是教育啦 所以現在日本的鎮壓 民智維新 教育軍事 什麼各方面都提高了 人鎮壓就鎮壓你這鍋 不是說你大隻你就好看嗎 NO 對不對 我說 生煙頭到生漂亮的 當然也不是原罪 我是做這種比喻啦 不一定是比較好齁 就是這個腦袋而已 你如果說要 人家說女子要嫁 女子要娶女子 女子要娶女子 我覺得是這個腦袋 不是說他會漂亮 比較壞啦 沒錯不是 就是你這腦筋啦 我現在就是教大家這個腦筋的重要 怎麼去把它開發出來 我們先來說 那個 我說要追溯嘛 就是 國際戰爭法 對台灣有關係 就是下官條約嘛 他們說馬關條約 我們不要插陰中國說什麼 馬關條約 沒有名字 我們本來是在日本的下官簽訂條約 下官條約1895年 你看這 這 日記都要記起來 4月17號簽署 然後5月8號生肖 到底是說什麼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陛下嘛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陛下 就是天皇嘛 天皇制度還在 所以台灣的所有權 就是這一 這個馬關條約裡面內容的證明 你永遠 你看 大清帝國 英文叫 Emperor of Japan 這就是證明啦 那到底裡面寫什麼 永久割讓給日本的是什麼東西 那這條就是他們下開的那個所在 什麼利益歸給日本 這個 這個跳過去 我們看這兩條 不再稍微給你 你看有沒有 台灣的專門 跟他學修的都市 跟這個朋友列島的經緯度 這永久割讓 永久割讓喔 這就是證明啊 你那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竊據 竊據 就用 透脫的耶 那人這 這白鯊叫你 客人 怎麼說竊據 那就是他人竊據啦 現在中華民國是不是竊據台灣 他說人竊據 我剛才不是那個最有喔 你說白人 這樣 其實你自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我們看嘛 日本天皇 他說 因為馬官條有 台灣這個租金 之後 這樣不可以 無顧台灣 他把這個 抵禮金 給那個 日本的政府 那時候說總督嘛 他說 欸 這樣要怎麼抵禮台灣呢 哇 一看 哇 台灣大青大公 怎麼抵禮他們 那時候他們說的台灣 哇 傳染病啦 土地都打褲褲啦 好像蠻蟻的地方啦 啊 什麼東西都做啊 都生不出來 那就是說 有兩次啦 說 沒有就賣 法國好了 賣你的錢 台灣這所在 我還要花錢 我賣 我還有一筆錢 但是過來兩邊就在說我是要抵立好 我也是要說不定好 兩個在太多 之後結果就那一派要抵立台灣那派贏 浩田欣平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 他有他的影響力 不許台灣就真正老老實實去治理台灣 你光是嘉蘭大軍就令人感動了 為什麼 嘉蘭大軍那時候台灣的土地是硬酷酷 對不 都靜不著怕 最要為他們的地方拔過來 我們是要靜什麼都很無聊 嘉蘭大軍黏綿數十萬公里 還比那個那個什麼 人家說萬寧當時還更長 他的資料倒過來 你萬寧當時是跟他們那個 所以漫移漢林隔開 但是嘉蘭大軍是把台灣擁抱的人民 那個感情那個 那個德行 那個公殿都算不完 你知道嗎 嘉蘭大軍 如果說縱貫縣人 說縱貫縣你從這樣 經濟政府可以用縱貫線 去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那再來 因為有一個破爛火 這個大家照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是怎樣 抵領台灣 我現在要說的是 黃明化跟那個 憨煩 這他們喔 他們有台灣 確定要把台灣抵領之後 他們都有分 什麼既 監禁時期啊 內地延長啦 還有黃明化嘛 不是說這天黃明化啦 人家盡情就讓你苦惱 就在做了 不是說這天讓你變 做這樣 他是兩年讓你苦惱 他們還有在距離實現 就跟日本人 我們就是日本人 來 他叫四五年 四月以後 民地憲緣 是因為民地憲緣 大家都知道 都納入了他們的體系裡面了嘛 你看 真有說那個 調整都不用說了 因為 他 跟台灣 他的那個 地位是不一樣 我們說台灣 他就有那個 徵戰權跟那個 帝國大 帝國議會 選台灣人 去那裡 對不對 議員 參政權 徵戰權 大家都知道 高沙義勇軍 你沒有徵戰權啊 你已經變成 我愛人民啊 就是 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啊 那時候他說什麼 開羅會議 那就是他們三個巨頭嘛 英國 美國跟那個蔣介石嘛 他是因為蔣介石 沒有認真在做證嘛 蘇貝下 就叫他們的人去日本 彈河 說好啦 叫美國他們知道嘛 要叫中介教你 好發政經 跟開羅會議用 開羅會議 這個會議的名稱 我們要跟他想說你要好 來做證嘛 他說要反環 他說 他說嘛 要把那個 平和那個 台灣 說要給那個 中介教 我告訴你 那是開羅會議 會議你懂不懂 你有沒有去開國會議 會議跟條約 哪個有法律的效果 最高層級呢 你也要條約 那條約的馬關條約 跟做金山和平台 都還可以說 你說反環 你也不是割讓啊 如果要讓你要用割讓 怎麼會說反環 反環的意思是說 我給你做一項 你做來做去而已 我不是說 切斷這個關係嘛 說得難聽 都說一項難聽的 我跟他吵一項 但是我覺得這麼貼切 我說要說出來 很為何人 那是英國跟美國 跟這個 就說你認真很多 他跟他說這個給他 但是 究竟台灣跟澎湖 在中華民國那時候 蔣介石一般人 有沒有若干呈現 也有具體呈現 不然你為什麼叫他來台灣 接受 所以馬關條約 是日本天王擁有主權 開羅會議是說 叫那個 那些 主概就好好的作戰 把什麼好好的作戰 他是佔領嘛 戴佔領嘛 真的 這個戴佔領的 到底他的法源 你到底究竟三合 和平條約嘛 現在這就是要說嘛 你喔 就去打中國就好了 你又去美國又打過來 那就 因為那時候 英美 有一個 也是類似聯合國 但是不是聯合國 那種 國際的組織 叫做國聯 都在打壓日本 因為日本是新出來列強 跟他們說 那個什麼 石油也禁運 啊 還跟那個什麼 那個銀行 抖錢 日本人這棋的就去 那都是 美國創的嘛 就去跟 方丈人的珍珠港 那就沒辦法啦 那就全起來 對不對 那就兩個原子炸彈下去 日本提供說 我沒有導航 說你喔 日本的王國啊 要犧牲台灣 那這個也 一九十五年 這列出來都要寄喔 齁 這新台灣 那個比較好量喔 齁 有條件投降嘛 那一九十五年嘛 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他就來 叫他來啊 大陣 他那 好幾萬喔 人家說兩百萬 那個中國人 問來台灣 他消息說 要把六百萬齁 像那個北方四島說 把六百萬人問走 美國說我沒有開來 那兩百萬人 我就 要問過來 就沒有開來 就要問 這個六百萬的 讓日本台灣人 要去日本 很有可能 你要 模仿那個北方四島 那時候 這兩萬齁 把他送回去日本 他那個 俄國 他就說 這個沒有 無人討厭 就沒有佔領 用鼻屁 少林保守 要用台灣的 哪有可能 你人比人家照 還要把 宣兵奪主 要把台灣人趕走 你們自己來佔領 你們幾人都給你 齁 像夭壽 像我來想起來 你看 好我跟你說啊 一九四六年 一月十號 強迫變中國籍 把你的壁紙 亂換 他四萬塊有沒有 古台廟 換他的新台廟 這樣一萬 大家都死了 可是台灣人 還是很有堅定喔 你看他還活下來 台灣人真的好優秀 好棒喔 遭受人家的蹂躏 你說你康地 你每一個人剛有四十萬 他有 他有 他有四十萬 就連變壁紙 變幾塊 你的身心 會不會很大的巨變 你會不會 你不會 你才不是人耶 所以 面對這種可怕的人 有些人選擇 跳牢俗塞 有人 繼續辛苦 大部分的台灣人 都繼續辛苦起來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棒 我們很優秀耶 我們這麼優秀 怎麼有可能被這種 哇 這樣把他通知 現在要七十年了 他就變成什麼 幫你 從公公嘛 歷史給你弄假的嘛 你給他服從他嘛 剛才不是說 不是用宗教力 就力量的啊 說他是神啊 不然就說 錢給你買修啊 不然就教會給你打空空嘛 不然就是 媒體給你洗腦嘛 就是這樣 台灣人這麼優秀的人 就這樣 七十年 沒人要出來講話嘛 對不對 古琴山後面雕用 這是 舊台灣的條約 但是被了 就是那個 我們 我們喔 這個吉田茂跟那個 人家說喔 這個條約 設計 也關係台灣未來的發展 所以人家說羅斯福路 那個卡羅維伊 羅斯福路 那條人說杜勒斯 大道 杜勒斯路 不是羅斯福路喔 舊青山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生效 到底裡面在說什麼 來這三條 拜託大家記起來 來 Japan Reances All Rights Title And Crown of the Tomb Formosa and Precatoris 這條 這個軍修一定會扣 原文照抄 但是裏面會把你藏 到底這個意義是什麼 他說 台灣放棄對 日本放棄對 日本喔 沒說喔 Japanis government喔 不是那個 Emperor of Japan 這三條 這三條 他組成的分子 All Rights Title And Crown 是Sovity 組成的分子 但是不是等於Sovity 所以他不是放棄租款 他是放棄管轄權而已 日本政府放棄管轄權 他堂上就 就 就來嘛 就是根據這個 古今三豪平條約的 惡美嘛 是佔領權嘛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叫你帶佔領 不要開玩笑 不是 一般命令 第一號 1945年9月2號 這都要記喔 這個思美就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平衡有 處分款 處分你 全力跟支配你 請你把這三條都要記起來 人家要跟你問 你就說這個 要倒立說的清楚 哇 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跟你說齁 你如果說古今三豪平條約 這幾年 說到兄弟不賣的人知道 齁 你就高人一等了耶 你知道我在LINE啊 我有一個群組啊 我就跟他講說4月1號 不是愚人節 10月25號才是 然後整個群組的人 眼睛都撐起來 我想像他們撐起來 我想像他們撐起來 我要說道理 對不對 我就說喔 4月1號 一般都是日本 他們那個會計年度 他們有一些制度啊 什麼通過一些財政啊 要去行程嘛 這4月1號 這個中華民國 我就跟 這個愚人節 反日情節嘛 10月25號 我就跟你說嘛 1945年 10月25號 在佔領台灣 欺騙台灣人 所有都虛假的 說擁有台灣嘛 那應該是愚人節 結果有 我有一個普通出來 要跟他搶什麼 你不要這樣說 這來亂的 我如果說 我說來亂的 我就覺得 希望這個不爽的 我就跟你說喔 你這個不懂的人 最好保持中立 我那個群組的人喔 總共大概七八十個人吧 嗯 然後你看喔 只有他過來說 我亂啦 欸真的 大部分台灣人 就是心癲癲癲 他們兩兵而已怎麼說 大部分啦 還有跟那個尖銳 就是出來跟他搶一下 說你不要來亂啦 我就說 古銀鑽貨面庁23A 是我的禁骨 欸 我就跟他搶說 請問呢 我這個大頭照 給你看到 看我的名字 我就知道我是誰人 阿你咧 他沒有名字 你三人 你又用了六個索固的照片 我的言行喔 我的這個頭 的臉跟我的名字 就象徵我的言行 我負責 阿你是誰啊 你也不知道你是誰 雖然是同學啊 我也不知道是誰啊 阿你能不能讓人家信任嗎 你說我來亂 你要找一個道理給他聽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就嚇死人喔 他們都聽不到 國23A欸 還把那個條約的哪一條 拿來講 欸你這樣就是贏了 我看贏了百分之九十了 所以我跟你說喔 你這 新台灣裡面 所講述的一些法律 條約 歷史 請你自己記起來 你這本堂齁 人齁 變到人家牙口無言 你就比人不一樣了 這麼厲害 給我剛才說 總結 你要怎麼輸口 來看看 這顏色有一點 看不清楚喔 我跟你說 都是為了別人 希臘紫屑 日本天王統治 他們的人民 都是為了別人 他自我要求 節制自己的需求 教育 無私跟奉獻 我們如果看這個 那個有時 黑区 這個中國人 他們 怎麼來課代他們的人民 只為他自己 要求別人 所求無度 愚民 條件報酬 有嗎 大家去看看 你這七十年來 中國教育 他們是不是這樣看 你把肩膩 把肩膩膩 怎麼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來 你要做這邊 做這邊 你下禮拜要用什麼方法 要用這種方法 管你的 卡手人 管你的人民 對台北人 是這種方法 還是這種方法 來 你做個選擇吧 去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在說媒體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第一堂課 就用很多時間 那非常重要 那再來說媒體 不然要讓你知道 把你暗中問題 對你不理的 來 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麼差別的 來看你的撲克牌 這個基本上 這基本的喔 你可以馬上從這個圖片裡面 表示你 真的你有在思考 來 你先看這個 六個這個 它裡面有花樣的撲克牌 你把它記起來 我會把你 記起來那個牌子 從你的腦筋裡面拿掉 我憑什麼有這個能力 就看你們怎麼判斷 來 有想看齁 你的牌有沒有被我拿走了 請問一下哪裡不一樣 答對了 還有沒有人 知道 你給它看嘛 這個梅花漆是不是 它這跟梅花漆 來你給它看 再看一下 它都用這個齁 顏色 模擬兩可 跟這個數字 模擬兩可 明明他們都有發射 讓你失去這個判斷能力嘛 我當然一定會把你牌 因為我全部換了啊 只是用這個顏色跟 跟數字來欺騙你們對不對 所以媒體也是用這一套 模擬兩可 似似而非 這就是我一看就知道 我一看就知道的人 表示你們真的是 有這個判斷的能力 你算數 魔數 幻數都可以啦 你假如正常啦 你如果用來做詐騙 就會把你的貪戀 這樣捨出來 人剛才把你利用 你就去摸到 就變成你們一群笨蛋 你認為你擁有那些 所謂的diamond 那些鑽石嗎 馬上都會變不見了 拿去侵襲 衝攻 所以媒體到底在幹嘛 補這六個索固的 瓜粉嘛 他有補真心的問題 讓你們知道 我們來做一個測驗 這個螢幕裡面 A這個B 到底是上台上 因為你在框框裡面 看世界嘛 所以為什麼有人想要去旅遊 有人要去見習 去看看世界 總不能夠在電視上看 喔 俄羅斯長這個樣子 日本長這個樣子 你要把他跳脫出來 看事實的真相 你去學習人家的東西是什麼 啊你框框 你就永遠在這個媒體裡面 你的人生就是這個框框裡面 他啦 你這個台灣這個社會 就是這個恐龍社會 你在要求恐龍做什麼 這個恐龍叫做中華民國體系啦 所以你要叫這個恐龍 到暗份 要怎麼暗份 我問你怎麼暗份 你自己從台灣現在現有電視 一個一個去看他們背後的老闆 你覺得你可以要求媒體自製 或要求媒體報導 事實真相嗎 你別說了啦 你就是叫他們走就是 我們來看他們 這是日本的媒體嘛 當時那個311的時候 是幾個人立即性的來去救援嘛 我們來講 這跟美國有關 日本有密切的聯盟關係的 這個美國就144的人 這個帝國就43的人 還有一個法 法國嘛 大概100的人 那這個 630就是二樓四五 150 哇 比 美國更多 那中國有15個人 哇 超高 我看有最少的嗎 這個比較少啦 但是這個中國也 他根本是四醜 欸 韓國沒有人耶 欸他們 有生酬大賀嗎 一生酬大賀也15個人 那人去研究說 沒有啦 在哪一機 那一機 那是第一時間還沒有計算進去 欸 台灣怎麼沒有一機子 欸 大家媒體知道啊 我要給你灌什麼中華民國國旗 人家早就知道了 台灣不是他的 灌他的國旗幹嘛 那台灣人跟他說 為什麼國旗 哇在人外面就跟你說 就本來都不是國外 要拿什麼國旗 然後來去送一個這個紅的名字 這個他們叫做是腕娘嘛 網路上傳一個什麼腕娘 我也不太清楚 他說腕娘的意思是說 適合這個國家的民族性 那個腕娘就是像 媳婦我名字 台灣人是不是媳婦我名字 可能 當時我老婆老婆的家庭來 幫我抱著 幫我疼一下 對不對 我們還利用差不多兩三個政府 F18 大家知道這個新聞嗎 這樣他們中間的問題 他說什麼 迫將 他敢不跟你說 會宣示 那個美國對台灣的佔領權 騙的台灣人 台灣民進府 所有的人都知道啦 人家外面的台灣人都不知道啦 要進行迫將 我告訴大家說 我一直覺得很好笑 你基本的邏輯你會想啦 日本的戰 美國的戰機怎麼會說 重拍拍 台灣修理 怎麼會跑去日本修理 這給你想嘛 不然派機又要告訴大家 聽說他們的戰機是爛的 還奇怪 還有災機迫將 怎麼會他們 紅藥廟來修理不太好 說給你聽 這個邏輯就不通啊 如果俄羅斯說 你這個F18 性能這麼差 我馬上去攻你美國 俄羅斯會不會攻他 大家知道 你要有政治語言嘛 真的這麼爛 我躲起來趕快把它修理好 幹嘛都讓媒體知道 還破將 笑死人 只有台灣人知道 還真的破將喔 修理完就可以回家 這是假的啦 沒有壞掉啊 你說你還聽不清楚喔 我都跟你說了一陣子 我跟你說媒體的素養在哪裡 你就是跟你說要跳出框框嘛 還說這個啦 美國的航空母艦的小英號對不對 來把我們女孩的順來順去 媒體就說要來看他們這裡有飛魚 人家 一來看你的飛魚喔 就是啦 因為 你真的覺得很好笑 把台灣人當 啪湯啪湯喔 阿達阿達喔 動作台灣人傻傻傻 你這個中國媒體 在恥笑我們台灣人 動作是傻傻 我告訴你喔 如果是我沒有加入台灣民政府 我可能也是傻傻 我有傻傻 我相信 所以我跟你講 民主長常常常講一句話啦 你去照鏡 你沒有參加以前跟參加以後 我看我越來越漂亮耶 那是漂亮不是說我賣老啦 不是說肉皮那種漂亮 是我腦筋給我變漂亮你知道嗎 因為我俗上跟以前都正經不一樣 因為我真的多會想很多事情 但是不是神經病那種想喔 大家要看待會兒 請忠媒體 我們台灣為什麼 都去想 到底為什麼變成這樣 認為台灣 住在台灣的人 好像 去用頂在台灣 好像沒有那個世界觀 都藏在台灣這個地理位置 只是真的是 鎖住我們的 就是這媒體跟歷史教育文化 把我們鎖住了 我們的觀念想法就只有在 在 日本 在美 在 台灣這個土地頂下來了 頂在那 台灣自己發生的事 都覺得是大事 外面的事都是小事 所以我們可以幫你 參與六個蘇格嗎 請中媒體 跟歐美的一些想法 你台灣人就自己想法嘛 這個啦 這個就是在台灣做 英文老師的叫做小畢 靠靠你 特別把它找出來 我就一個一個去看 你得了幾分 你有沒有世界觀 這次他出的題目啦 不完全是 就是你認為是這樣 我們把它好好的解 解剖看看 我有幾個真的不會啦 我算一算我大概十五分左右啦 因為我現在就非常注意台灣的動向 變成可能 西亞的什麼歐洲的 你不要忽略啦 坦白講 靠靠你 有人說 你為什麼老是拿什麼什麼美國的那種他們的思想來考我 好 亞洲的 再來考考你 總共有12條 哪一條會 哪一條不會 前幾條會嘛 在中華民說 三星的 人民共和國 怎麼三星的嘛 菲律賓現任的總統是誰 再來面對現在是什麼政府 考考你 你說亞洲 亞洲你知道幾條 他考考我們對不對 來 我們來考考他 考考你們啦 我搞不好 F18跟那個什麼 美國 那個什麼航空母艦 你是在考大家 我們去 告美國 告中華民國是什麼 是他在1946年1月12號 強迫我們去接受中華民國的國籍 搞他 他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 我們有國籍你卻流亡這個已經 被消滅的國家你還繼續 讓他存在 然後 你不得隨便給人家剝奪人家的那個國籍 我是 變成那個國籍你也不能 讓我沒有享用這個權利 你看 嚴重違反中華民國嚴重違反 這個國籍法 連這個世界人權宣言你也違反嘛 台灣民政府 讓他靠靠小臂 靠靠你 怎麼日本人要去蒐集這麼多的史料說他這個主導是他的 日本天王有有的主權啊 當然是日本天王的不是日本政府的 他自己本身也搞不清楚 然後變更我們的國籍嘛 我們是日本台灣嘛 變更成中華民國就這個 這個公文 決定我們生死 剩下 兩分鐘 我們放這個影片看 很有趣我解釋一下 我覺得 蠻有 蠻有這樣的效果 讓他加深一些印象 這個點一下可以嗎 因為我們就想要到天堂去過美好的生活 我把它比喻 可是天堂 要去天堂裡面有一個天神 在那邊掌握 然後 這個就是 被關在 家路裡面 共台灣人 他腳面上有一個腳鏈 這就是我們活在政治煉獄裡面 然後我們去告美國 提供這麼多資料了 結果這個 掌握我們台灣生殺大權的 我們叫他美國 的人 古今三國民黨23年 那個誰人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 他的偷偷美國 我們告他三次 不是 第三次 他給我們 賺一個 電話 這樣呢 動作石沉大海啊 好像沒有在祝福台灣的 後來的 人 還來去教育 顧人的那個 國籍齁 是假的嗎 好 我們看著美國怎麼對待我們台灣齁 他們會繼續呢 用這種法律呢 玩弄台灣呢 還是真的 注重台灣 人民的這個需求呢 齁 美國會不會逗逃災呢 看他願不願意 從真的 歷史 的真相 法律 國際戰爭法 的真相 還台灣人一個 清白 台灣人你看 叫那個 中華民國這個體系 從來講 吼 不成人樣 這個美國 吃得胖子 我說得難聽了 他要跟台灣 涵海 還是要跟台灣提醒 都看他 是啦 看美國講嘛 雖然入處齁 但是我們自己 本身台灣人要打拚 總有時候老天爺 會有眼看待台灣人 因為讓台灣人 心地善良 雖然說 這個70年 比那個中華民國 體制之下 變成這樣 不成人樣 政治煉獄裡面 我們一樣 可以很努力的 去跟 美國去爭取 我們該有的 這個權利 我這位朋友 大家深深去思考 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五分鐘好不好 五分鐘 因為我還有下一個 下一堂 我只講了一個單元而已 還有兩個單元 休息五分鐘